Income Inquity In Different Groups In which of the foreign occupation tends to have The Largest Income Inquity 哪些职业呢 这里不是问你哪些职业 人工高一点 低一点 问你哪些职业呢 那些工人人工差距大一点 贫富懸殊程度高一点 School Teachers School Teachers是有的 不过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 不过靠经验多一点 例如香港 通常呢 同一个职级的 通常呢 经验封给每年都加工的 有不同的 但我觉得差不多 大家都是timewage的 有没有commission 有没有奖金 所以都差不多 所以我认为哪个最好单 因为问你 Greatest Largest Income Inquity B Construction Worker也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大家的需求Human Capital 知识的经验都差不多 都是用日新计的 但那些差不多 是用日新计的 C Film Director 可能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拍电影的导演呢 如果拍了一套很受欢迎的电影呢 可能你分到一个花红呢 可以很多很多 所以说呢 电影导演呢 有些没有公开的 留意一下 人工是零的 所以Income Difference 应该是很大的 而D Social Worker 都是类似 School Teacher 通常都是月薪计的 不要花红的 那些计 大家的学历 经验背景都差不多 每一个 所以我觉得 Best Answer 应该是C 因为他们 最主要是 计算人工方式 有Bonus 是计算的 有些导演 如果拍到一些 电影是很受欢迎的 可能分到很多花红的 有些出名的导演 有些刚出来 不出名的导演 甚至没有电影公司 找他拍电影呢 可能人工 可能是零 或者没有 所以Income Difference 就很大了 作为导演的行业 第二条 哪一个 MOST LIKELY WITTERN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THE ECONOMY 这个是说整个Economy 哪个最大机会 是令到贫富元素 Income Inequality 是扩阔呢 A Economical Structural Chain Fund Manufacturing Base to Low Rich Base 而这个有机会 我觉得 因为如果有这个 结构式的变化 其实香港就是 由製造业 在70年代 80年代 製造业 转了做 智识型经济的体系 因为製造业 大家工人 工人工都差不多 通常是 Time Rate 是怎么算的 虽然是Peace Rate 但如果靠智识 很多人 智识分得好 Human Capital 可以很大 所以有些人 如果Human Capital 或者智识多些 可能赚到的钱 会多很多 相反的 如果智识很少 低技术工 收益可能很少 贫富元素 可能增加很多 所以答案 已经是A 我觉得 真的 为什么B C D 不对 B C C on the Job Training for unskilled workers 这个只是增加了 unskilled workers 多些训练 在职训练 on the job training 令到技术好些 知释得多些 是增加他们的收入 当然低收入家庭 通常他们unskill worker 一般来说收入是低一点的 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令到mortal productive 反而是降低了贫富懸殊的 所以B就错了 C legislation on an anti-monopolite law 就是反垄断 反垄断因为垄断了一些地方 有些公司垄断了销售 其实他们收入就高一点 只要是他供应那样东西 如果反垄断 即是交易竞争的话 立法不可以垄断 交易竞争 令到以前垄断机构 收入就不能减少了 大家平均一点 所以这个都是减低了贫富懸殊的 就不是witten了 就应该是larrow了 所以知道错了 extended retirement age 延长的退休年龄 只是令到退休人士 本来要退休不需要退休了 因为退休就变成了 没工作就没人工了 如果延长退休有些人可以继续工作 令到老人家的收入增加之后 就令到贫富懸殊 反而降低了 所以d也是减低贫富懸殊 lowered the income inequality 所以答案只有a 那你自己想想 那后面就讲讲有什麽解决 有个例子的 就是DSE题目 有关于为什麽不同组别的人 income inequality有些高点低点的 我们自己试试做 我们回来才对 感谢了